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租候选人所提出的有关捷运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是在过去民营党中央执政 以及苏县长期间之内大部分就已经规划的 但是在这当中我们其实比较关心的是执行力的问题 例如在州县长期间新北市民最关心的环状县 其实五年都完全没有进度 这个执行力是严重有相当的问题 所以我想在这里面涉及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这个主导权的问题 所以蔡主席特别提出说 未来新北市必须要拥有捷运的主导权 那么就是希望说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主导权 能够为新北市民以市民为中心 来规划一个完善的捷运 以及大众交通服务的运输网 那么尤其最重要的是说 租候选人误把这个主导权 当成一种对抗跟冲突 我想这是一个相对落伍的想法 那么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 其实主导权也可以是主导合作 那么在我们的市政的思维里面 我们也特别希望说 未来新北市升格之后 它是实质的升格 那么它不再是台北的附庸跟边陲 我们将与台北市发展新的合作的关系 平等的关系 那么透过交通的捷运的主导权 能够落实这样的一个新的伙伴关系 所以我想诸候选人对于这个主导权 有相当不正确的一个误解 所以你是说 他说你们好像也主张成立轨道局了 所以可能要有一下说到中央 一下有地方 到底是要由谁来主导 我想任何捷运的发展 尤其跨县市的一个发展 一定会涉及到县市之间的问题 所以中央一定程度的介入 甚至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 中央一定要争取中央的补助 所以中央的参与也是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所谓的主导权 是要主导未来整个 在台北市跟新北市 各自在发展捷运 还有合作发展捷运方面 当有一些必要问题要协调的时候 中央一定要来去介入跟协调 那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 不应该把所谓主导权的问题 简化成所谓悠悠卡 要不要换卡的问题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简化的问题 高速台湾铁路 计程车都同样可以用悠悠悠卡 并没有所谓说 今天必须从台铁换乘捷运 就要换另外悠悠悠卡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它简化成 一个悠悠卡要不要更换的问题 这是过度简化所谓主导的问题 那我们再强调一下 今天并不是要重新 拿到全新的主导权 在周锡伟当县长的时候 本来黄壮县 新北市有很重要的一个主导权 就是委托BOT案 但是后来周锡伟县长 完全放弃BOT案 然后呢 400多亿的发展建设经费里面 出了200多亿的捷运费用 可是把整个捷运的建设 完全委由台北市的捷运局来建设 换句话说 我们只是把原来的这个主导的权力 拿回来而已 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的主导 所以也就是说 周县长放弃主导权在先 那么诸候选人现在又错误的将主导权 来视为一种冲突跟对抗 我想是继续在掩饰这样的一个错误 那我们应该正在市民的角度 拿回这样的一个主导权 那么才能够负责任的提出 未来我们有关新北市相关的捷运 跟我们的交通政策 我再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选战主族强调新 而我们从今天朱先生所提出来的 十年十条一年一条 二十一个站变到八十个站 二十五公里变成一百公里 我们认为那个还是一个非常旧的观念 捷运不是把一个人从A点送到B点而已 捷运他所改变的 是整个新北市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 甚至整个休闲生活的形态的改变 所以未来在我们的政策白皮商当中 他会把捷运跟经济发展 跟都市更新 还有跟整个公共空间的利用 整个结合在一起 我们认为这才是新北市民 所需要的整个捷运的规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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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